難產在床的她 為何會用針刺向自己 她又是否可以順利生嬰兒 高空救人 她又有甚麼神奇的秘密 當時她的血壓 我和她量了三次 血壓都是零 麥薄是摸不到的 呼之不應的 剛才我隨身帶了針灸針 所以我當時用針灸給她急救 經過一段時間的搶救和治療 她的血壓就逐步呼呼正常 棉探、肩周炎、婦女疾病 居然用一支銀針就可以輕鬆搞定 一隻的血都止不住 她專門在加拿大飛過來廣州 當天針灸第一次 當天當晚就止了血 到底是甚麼針法如此了得呢 有一點好像偽咬的感覺 有立肝見影的效果 這裡真的不痛 現場授課 老友肌又可否學到一招叛息呢 敬請留意今期嶺南大醫館 和飛針女俠一起領略 東方神仙陳全新的領南陳氏針法 20號床位的產婦已過了預產期 仍然無法正常供縮 醫生判斷產婦為難產 再拖下去 大人和小朋友的性命都會受到威脅 不過這個產婦顯得異常淡定 她指導助產師用針灸為自己試針取產 神奇的事發生了 在助產師試針後 不用五分鐘 產婦便出現持續的供縮 小朋友以體重七斤六九順產 在場的醫護人員全部鬆一口氣 不過她們不知道 眼前這位喜得倫儀的媽媽 居然是一位身懷絕學的女神醫 歡迎各位收看由陳氏針 書經建妖院獨家冠名播出的 嶺南大醫館節目 這個是腰椎嗎 不學心理解放不懂的 Akyu話說回來 你別說太多了 說回剛才那段視頻 阿編導 還有小妮姐 你太過分了 怎麼了 你這個故事做得出 你是不是請到72家房客的編劇人過來 做得那麼大 話說回來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 我都覺得有點不太相信 簡直是,沒可能的 但是這件事真是真尊老公真 是真事 你不請當事人出來 我絕對不會相信 好,富貴 今天我讓你見識像眼見為神 真的嗎 今天我將這個主人公 請到我們節目現場 這位主人公不是一般人 她是一位女神醫 而且她所思的針法 都不同於普通的針舊的針法 她這個針法是入選 我們廣東省 非脈則文化遺產 嶺南陳氏針法 厲害 這麼厲害 是的 我們可不可以見她一見真容呢 好,現在立刻我們請出這位女神醫 陳修華教授,有請 有請 陳教授 廣州唯一一位獲得中青年創新人財獎的和獎者 廣東省中醫院總院傳統療法科主任 陳修華教授 陳教授 想不到你年紀輕輕 就已經為武林高手失禮… 失禮… 真是,兩相又來了 教授,其實我們看過資料 其實涉及一件事,叫做非針 是 到底我想非針 跟我們普通的針舊一樣 差不多 你覺得花田秀腿 有甚麼區別 明顯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嶺南陳氏針法 它是列為廣東省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項目 這個針法是經歷了陳全新、陳秀華 經五代人與百齡的歷史 通過他的全程、繼承、發揚 逐步整理而形成一個系統的嶺南 針法學術流派 在這個流派的發展當中 它將整個針法有一個系統的整理滑棍 包含非針法、分級補射法 和倒氣法三個部份 聽起來很專業 讓陳教授詳細給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針法的特別之處 它的非針法 其實它的特點是以毛菌、毛痛、快速、旋轉為特點 這個技術是列為各一局的適宜技術推廣項目的 而這個分級補射法 它是將傳統的補射手法分成補法、射法和平補、平射三類 而補法和射法裡面又分成三級 譬如說是大補、輕補和平補、大射、輕射和平射三級 將它進行一個量化 所以它對針灸的傳統補射手法是一個質的非藥 沒錯 如果根據臨床進行一個補虛射實 其實它的效果是比我們用藥和食療更加要補的 真的嗎 所以它會說是藥補不如食補 食補不如氣補 這個氣補指的是通過針灸經絡的穴位 通過這個手法的補射 達到一個調理身體氣血 補腎、壯、補抑、補抑氣血的作用 所以它屬於最高的境界 是屬於氣補 那麼厲害 即是補的作用更失禮於人心 比你食東叢草人心還要補 陳教授,我有問的 其實我們看過武俠小說 小說裡面的主人工一般會當失路 甚至乎走到深山裡走出來 這個時候它會遇到一個高人 這個高人會將他畢生的注入傾朗而受 注入他的身體之後 他走出來已經打遍天下無端 獨佈天下 是 陳主任,到底詩成何方 要隆重介紹我的師傅 也是嶺南陳氏針發的第三代全情人 他是各家級的明老中醫 有東方神仙的美語 哇,東方神仙 同時也是廣州中醫院大學和廣東省中醫院的主音導師 廣東省針灸學會的終身名譽會長 是我的師傅 陳全新教授 他是第三代全人 而我是第四代的全人 經過五代如百齡的歷史傳承下來的 我問你師傅是姓陳 那是否只有姓陳才可以傳承下去 不是 如果是,我立即去 立即擺姓潭 不要拜師 擺姓潭 原來陳教授師傅陳老先生 是國家級的明老中醫王 而且我知道陳老先生的悶診很難掛 排隊排了幾天,你也未必排得到 陳氏菲針,其實是適合哪些症狀呢 是的 其實在臨床裡有很多常見的病種是適合治療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針灸痛癮 好 其實嶺南神祖針發常見的病種有幾大類 第一類是痛症 好像我們常見的頸肩腰腿痛 肩周炎,網球爪 或者腰椎的病變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 這一類,懷關節這些疼痛 都是它常見的治療的病種 這些病是否都是我們嶺南地區比較常見的 這個基本上都是整個嶺南地區的常見病 因為嶺南地區的環境 地處比較濕 老人家尤其容易得到一些風濕,關節疼痛 骨關節病的發病是特別高的 第二類的病是屬於精神類的疾病 比如說失眠,焦慮,抑鬱,這一類的 特別常見的 這些都可以 因為用針灸治療效果非常好 是對的 我經常扮抑鬱 第三類是屬於神經科類的疾病 例如臉神經炎,我們俗稱為臉癱 臉癱 還有就是坐骨神經痛 或者中風偏癱的這一類 神經性耳鳴 這些都屬於我們常見的治療的病種 因為我身邊有個個案 就是我的朋友 他很早期,現在這麼多摸 他就在外地開摸摸車 開了兩個小時摸摸車 他當時的感覺是怎樣 我馬上歪了 吹到臉很硬 口水看著要滴下來 就是臉癱 他用了差不多兩個月才能解決 急性期是屬於一個月 等於拖到後遺症期 這個病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這個病最好的就是用針灸 急性期基本上就是三大法寶 現代醫學 一個就是激素衝擊治療 第二個就是抗病毒治療 第三個就是營養神經 如果這個治療效果不好 沒有到後遺症期或呼吸後 他的效果就比較差 針灸治療效果是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 在你的個案裡面 最嚴重的一個… 症狀 會是怎樣的 是甚麼呢 最嚴重的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口眼窩蛇 迎風流淚 進食的食物是藏食的 然後掃口的時候流口水 說話的時候 有時會嚴重 會吐字不清 是呀 他說不出話 是 真的 那醫生給你針灸過 是多久就可以開服 其實這個病有懸發性 有技法性兩種 西醫叫做周圍性面神經炎 中醫叫做面癱 有懸發性、有技法性兩類 一般來說 懸發性面癱的癒後 和治療效果是比較好的 而繼發性面癱後 就稍為差一點 要進行分類、因別來治療 也要幾個療程的… 要相當療程的治療 療程的治療 一段時間 另外還有一些疾病 譬如婦科病 效果非常好 現在常見的一些不孕症 如經不調 像不孕裡的多狼暖巢綜合症 或者痛經、子宮肌瘤 子宮腺肌症、盤康瘀血 慢性的盆湯鹽、陰道鹽 這些效果都非常好 這些在西醫來說 很窄細的病也可以解決 沒錯 尤其是反反覆覆 有些癌珠滴蟲的感染 這類的慢性的疾病 效果非常好 就不用吃藥都可以… 用非藥物療法 厲害… 剛才提到頸椎病 皮魚說,頸椎病 我們會在哪些部位 幫它做非針的治療 會否有點高 我好像不太夠高 我拿下來… 我拿下來… 你保住吧 我不高就行了… 好了… 然後… 好… 我們先將這個針灸 跟別人這樣擲著 一般來說 頸椎病的發病 從它的特點和分形 我們分形有幾大類 一個是神經根形的頸椎病 主要是耗發在頸部的下段 第二類是椎動物形的頸椎病 一般耗發在頸部的上段 頸上段的手壓格 就會造成椎肌動物供血不足 就會有頭暈的症狀 例如人們除了頸看強硬 不舒服之外 還會有頭暈的症狀 如果是神經根形的頸椎症狀 就會放射 神經根的放射 牽拉痛 即是放射性的 肩痛 手臂一直扯著 扯著痛 這個叫做神經根形的頸椎病 而第三類叫做膠感 膠感神經 它屬於那種静脈神經混亂 或者膠感神經受壓 出現一些胸患、心慌、出汗 這一類的 是不是睡不好 都是屬於膠感神經混亂 失眠也會有這種症狀 膠感的一些表現 第四類我們稱為 脊髓型頸椎病 脊髓型頸椎病就是脊髓受壓 脊髓一頓受壓時 它會出現頸段定位的症狀 例如胸部有觸大感 傷下肢出現無力 觸大感 就好像扎著 扎著壓 胸部扎著 嚴重會出現大小便的失禁 一般脊髓型頸椎病 我們首選考慮是手術治療 脊髓型頸椎是受壓的 就是這樣 還有一些混合型的頸椎病 例如它有膠感 或者是椎動脈型 或者是神經筋形 兩種以上的 最輕的我們叫頸型頸椎病 那些是比較輕的症狀 頸椎病可以分為 神經頸型、椎動脈型、膠感型 積水型和混合型 不同的類型 有不同的症狀和治療方法 嶺南陳氏針法 又是怎樣治療頸椎病的呢 有局部取悅和軟近配合 還要結合到狀苦辨症和經絡辨症 來進行臨床治療 又是不同的個案 有不同的疾病 有它很多經驗體患 還有 不僅是寄餘位 不僅是精準 你喜歡手法呢 手法非常重要 非針的入針的下 手法是嗎 手法是普通的針 好我們請兩位觀眾上來 好… 陳主任立刻施指一下 你好…歡迎你 你好… 先問問你 平時覺得哪裏最不舒服 頸椎 頸椎 我問你幾個問題 你覺得不舒服 主要表現是甚麼症狀呢 那條頸一倒進去 一廣發起就很痛 因為頭痛 頭痛 有沒有放射到肩膀、手臂等地方呢 肩膀痛 手臂暫時沒有這些症狀 肩膀 是一邊還是兩邊呢 整個肩膀都是 會不會影響你的睡眠 左還是右 會 睡不到 即是一睡到下床 就… 直接頭就… 刮不起 好… 即是起床 轉體位改變 會有症狀加重 是… 有沒有頭暈 天旋對轉的感覺 暈就沒有 不過頭痛 頭痛 耳鳴有嗎 有 耳鳴也有 有沒有聽力下降 我覺得有 有很多問題 你照檢查之後 有沒有做過甚麼治療 或者用過甚麼藥物 針灸過 這位觀眾針灸過 但頸部仍然有疼痛感 到底陳氏飛針 可不可以在現場 幫他解決這個困擾呢 等一下會問你感受 把側一點錯 我先替你檢查一下 你現在要做四個動作 首先是低頭 下巴頂著胸前 你有沒有扯著的症狀 痛著 你對著的 真的嗎 有沒有扯著 痛是嗎 一蹲下頭就痛 然後向後 仰 仰到盡頭 有沒有痛 重要 沒有蹲下頭的那麼嚴重 好… 然後向右轉 看著我的手 轉到盡頭 低頭45度角 看手下邊 有沒有扯著痛 右邊的肩頭 是嗎 是 頸肩 好 然後再向左轉到盡頭 我走過這邊 看著這個地方 再低頭45度角 有沒有扯著痛 有 這個就是左邊 左邊 這個很典型的泥 然後我要替你做一些檢查 你先拿著馬封 來… 放鬆一下 這樣斷 然後這個手 有沒有加重 鼻松神經牽拉試驗 痛不痛… 痛不痛… 然後再轉過來 轉到這裡 這個手 嘗嘗這樣 放鬆 這樣有沒有痛 有呀… 都有 也有 好… 好了 五集 做完這個試驗之後 現在我們準備和你針灸 這個針灸 和你以前做的針灸有些不同 你以前是針哪些地方呢 我想問一下 針在後面 針頸的部 是嗎 有沒有針過其他地方 沒有 我現在和你做的 這個叫嶺藍層次針法 它是用嶺藍層次非針法來進針 所以進針比較快 你基本上沒有甚麼感覺 沒有痛或是未痛 然後針的部位就不是針頸 針一個遠端的魚位 你可以看得到 也有你看不到的地方 我先和你試一支針 那你跟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說說 有甚麼感覺 有甚麼感受 好嗎 好的… 好… 頭頂 現在我們消毒一下 你是否閉上眼睛好一點 不用… 不需要… 真的很快脆 沒甚麼感覺 再做剛才那四個動作 低頭 下巴頂著胸前 有沒有那種牽拉的症狀 有沒有甚麼變化 對著馬克風說的 好像緩解了一點 減輕多少呢 剛才沒那麼緊要 沒那麼緊要 喔…向後 對著馬克風說 這裡沒有… 不太緊要了 百分之幾消失了 可能也有半支五十掛 哇…沒那麼多針 然後向這邊看 向右看 看到盡頭就低頭45度 現在… 現在不痛了 哇… 很快的 真的神奇了 現在這樣做 向左邊看 看到我這隻手 再低頭45度 看這裡真的不痛 哇…真的神奇 真的… 是真的 下頭第一針 哇…真厲害… 真厲害… 對…不要激動 現在只不過是第一步 我剛才說了 嶺藍陳氏針法 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非針 就是剛才我快速進針 可不可以慢鏡頭 我鏡頭一看不清 怎麼會進去 但它的針夠取效 療下的關鍵在於補射 所以陳老爸將它規範成為一個 分級補射的手法 噢… 我現在就要結合它的臨床表現 進行補射 你伸一條舌頭我看 伸一條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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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肥大 而且牙齒印比較明顯 皮香 中間有很明顯的裂紋 我們忠醫認為這是氣陰兩虛 皮虛夾濕的一聲喉 所以這個人會比較疲 人會有點疲 而且有時候有點疲勞的感覺 從中醫來說 皮主四肢肌肉 所以它會有肢體的症狀出現 定位症狀 我們現在要跟它行一個補法 現在是補了 剛才這一針是… 你對著那個馬虎鋒 跟我們說說 這個手法有甚麼感覺 有一點像偽咬的感覺 然後你再做剛才的四個動作 低頭、仰球、左右旋轉 再跟我們說說有甚麼變化 現在好像減輕到20%左右 哇,你很準確 我肯定不準 我肯定不準 知道自己甚麼… 現在太不痛了 我肯定不痛 我肯定是8至50% 現在那50%也沒有了 即是不痛的 8至100% 然後向右轉 轉到盡頭就低頭 15度 現在是不痛的 哇… 我肯定是360度轉 現在撿錢絕對沒問題 是呀… 你試試扔100元給我 馬上撿到 我們現在還要演示一個 陳老的一個渡氣手法 又是我們嶺男神似針法 一個最高境界 叫針由以降氣致病所 能夠飛驚走氣通關過節 哇… 還是這個穴位 還是這個穴位 哇,真的太厲害了 即是中醫… 你跟我們說說 這個手法有甚麼感覺 瀚名 現在也是… 比剛才的感覺重了 一點點 強烈了 針感強烈了 那你嘗試做剛才的四個動作 看看有沒有進一步的改變 現在沒有剛才那麼厲害 腸部很轉 是 然後到後腦 後腦原來已經消失了 後腦不痛了 現在看星星了 是 看臨正魚了 現在已經不痛了 剛才已經不痛了 完全沒有吃 你的肩膀還有沒有痛感 現在沒有了 完全沒有 這個針法非常健康 有立肝見影的效果 太神奇了 就一個穴位就行了 我們現在想做第二個穴位 就是液滿穴 這個穴位就在手上 這個穴位針完之後 可能連最後一點點的感覺 都完全能消失 你不要看著吧 怕不怕 我們現在看著這個針 我覺得很多人去做針膠 就很好吃 針就已經進去了 那你再做剛才的幾個動作 我先不做手法 這個快出進針、飛針 手可否放下 可以…放下 你再做剛才的幾個動作 現在跌下頭是不痛了 完全不痛了 對 後面的那些不用做了 後面的那些沒事了 我們現在… 真的跌不住了 我真的跌不住了 好… 頸型頸椎病的治療 主要是通過神庭 和中柱兩個穴位的軟端配合 除了上面提到的痛症 精神類疾病 和神經科類疾病 領男陳氏針法 還有甚麼神奇功效呢 對了,其實我剛才說 已經解決了頸椎 頸椎的問題 陳子痛 還有陳氏針 可以醫治其他疾病 還有甚麼 針夠其實保腎的效果都很好 保腎 因為剛才提到氣保 所以對於一些腎羊 腎陰窺 用針夠的方法 來達到一個保腎狀陽 和養陰 甜精益水的作用 即是我們的人針 冬和草都可以不用吃了 他能夠滋補 你都放在我家裡 同時針夠還有止血的作用 在急救方面 能夠發生很多的優勢 止血也可以 其實因為我涉及西醫 因為西醫止血不外乎 吃止血藥 打止血針 甚至乎物理止血就是綁蚊帶 是 阿富 針夠他的止血 這個有點神奇 原理是甚麼 譬如說最常見的 好像有些咳嗽 咳血 或者是一些女性的 功能性子宮吹血 我們叫咕血 叫崩漏 我曾經接診過一個 加拿大的病人 他在加拿大已經做過一個診刮 即是做了刮功 但一直的血都止不住 他專門在加拿大飛過來廣州 就當天針夠第一次 當天當晚就止了 所以他覺得非常神奇這個效果 為甚麼會這樣 他主要是功能性的失調 因為內分泌和戀巢的功能 加上一個內膜 造成他的吹血不止 我們稱為功能性子宮吹血 接下來接受療程治療之後 現在他怎樣 接受了十次療程治療之後 他很滿意地回到加拿大 治癒了 治癒了 厲害… 衛國真光 然後除了這個還有甚麼功能 剛才提到一些急救 因為古代的時候 一針二救三份藥 所以針排在第一位 他容易急救搶救 我自己有一個親身的經歷 就是在一個南航的飛機上 在萬米高空 當時有一位乘客 出現了一個暈缺的症狀 當時他的血壓 我和他量了三次 血壓都是零 墨膊是摸不到的 呼之不應的 我當時陪同的家人 他的嬰兒和先生都陪著 因為飛機上的搶救條件 非常有限 急救箱裡只有一個血壓計 其他甚麼都沒有 我剛才學針灸 剛才我隨身帶了針灸針 所以我當時用針灸和急救 經過一段時間的搶救和治療之後 他的血壓就逐步呼吸正常 轉危為安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真是高空救人 即驗到血壓是零 血壓是零 是摸不到的 基本上是匯陽救疫的 是匯陽救疫 就是匯陽救疫 再走一次就回來了 真是救命恩人 他幸運就遇到你了 真的 緣分了 這件事對我更加堅定了 學好中醫、用好中醫 發揚針灸、發揚光大的責任 沒錯 我們也知道習主席 將一個針灸同仁 送給世界衛生組織 其實世衛對很多針灸的療效 確切的病種 都是得到充分的肯定 陳主任經理你這麼介紹 我更加堅定了 我抽時間去拜你們為師 我以為是 陳教授 剛才你說到 我們現在陳氏針法的特點 就是一針二舊三用藥 是 好了 現在用藥這裡 我們應該是用什麼藥呢 很多觀眾都以為用藥要吃藥 說我很怕吃藥 頸痛、頭痕 吃了吃都怕了 我們有傳統的外治法 中藥風包 我們跟大家一起介紹一下 好嗎 好啊 好啊 我們現在看到大屏幕 這裡叫五指散 我們知道五指散裡面 就是五個紫的中藥 哦 是呀 是呀 紫蘇紫、白戒紫、兔絲紫、來福紫 和鋁精紫 各一百克 把這個藥拿出來 然後炒 炒熱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藥包裡面 這個藥包要加什麼 加海鹽 一般我們用七百五十克的海鹽 和它一起炒會更加之好 然後每次用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放微波爐加熱 我們注意了 放微波爐的時候 一定要放一些清水 因為接著把藥烤焦了就不好了 就是水和藥放嗎 分開主要放些水在微波爐 一碗仔水就可以了 怕它一加熱的時候 藥會焦 會燥就不好了 如果是趁熱敷 效果會更好 一般來說 每次敷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分鐘就可以了 如果是嚴重的症狀 可以早晚敷 甚至可以早中晚敷三次都可以的 謝謝陳教授 那這個五個紫的藥材 五指散 是的 這個功效是什麼呢 五指散 它們也有一個保肝神 通經樂活氣血 還有一個活血化羽 強筋狀骨的作用 那麼它很多時候在臨床裡用起來 往往是外用的效果 比內服的效果更要更好 哦 陳主任 其實我們這些你知道 這些做事的 洗澡夜澡的 它不是每天都可以 拿著包東西吃為酒 有沒有什麼呢 平時我們 包括在工作的地方 家裡 可以隨時可以保健到的 我們就跟大家推介一個頸部的保健操 我們一起做好嗎 好 我們請兩位 我們請現場的… 觀眾上來 好嗎 來… 你們三位一起 好 我們一起做一下 好… 三位… 有請陳主任帶著他們一起做保健操 這個操其實我們很簡單 分為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叫左顧右盼 我們首先在一個站立位 然後兩腳分開 與肩同寬 我們這樣 兩腳分開 與肩同寬 然後沉肩脫爪 整個人要放鬆 把手的虎口搓在腰間 左顧右盼向左 轉到盡頭 然後頭向上望 望天空的星星 停留十秒鐘 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能夠改善頸的一個弓血 因為我們經常伏案工作 所以很多時候低頭俗下 我們通過這個向上 仰望天空的動作 讓人改善一下 頸部的路損 然後停一停 轉到中間 然後呼氣 在轉的過程中呼氣 再向右轉的時候吸氣 吸氣也是向上望 仰頭 四十五度角 停頓十秒鐘 在這個過程中 是平靜呼吸的 我們知道這個動作的時候 肩是要放鬆 繼續一個沉肩垂爪的動作 停了十秒鐘之後 然後轉過來 去到正中位 繼續沉肩垂爪 停頓一下 呼氣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這個算是一個內匯 我們可以做十個內匯 這個動作非常簡單 叫做左顧右盼 好 我們現在介紹的就是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叫乳頸 乳汗 增力 我們兩隻手 用這個虎口 和掌心四指 放在這個頸的後面的正中位 我要轉過來給大家看看 一個側位下就是這樣 這邊也這樣轉過來給大家看看 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用力地 這樣把頸向後 然後兩隻手 四指 把頸向前拉 是一個相對抗的 一個結抗的力 這個力在用力的過程中 要保持十秒鐘 一個用力對抗的過程 然後平靜呼吸 呼氣 做的過程中 我們十個來回 這樣為止一個環節 這個叫乳汗 增力 這樣的動作 還有第三個動作 這個就更加簡單 叫做摸頸 擦頸 按摩的動作 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這個手掌心 四指並籠 拇指都跟四指並籠 然後放在頸後 做一個摩擦的動作 我轉過來給大家看看 做一個摩擦的動作 摩擦的程中 我們感覺到有熱的 摩擦完之後 我們可以交替做一個 穴位的按摩 譬如說我們的拇指 的指腹 放在這個風磁穴 我轉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風磁穴 在這邊看看 這個風磁穴 然後做一個旋轉的按摩 由內向外的 這個就是一個穴位按摩 所以摩頸 這個擦頸的按摩交替 譬如說這個是 風磁穴穴 在這個頸的後面 我亦都可以做這個 風磁穴穴的按摩 用我們的食指和中指 放在這個風磁穴穴 裡面做一個按摩 亦都可以改善 這個椎基底動物 供血不足引起的 椎動物形的頸椎病 頭暈的症狀 這三個動作做完了 很簡單 一個頸部的保健操 希望大家堅持 因為甚麼都要跪在堅持 而且在做的過程中 一定要配合呼吸 呼吸的吐蠟 譬如轉的過程中的吸氣 在腹位的過程中的呼氣 包括這個沉肩徐爪 和動作的放鬆 這個都是非常關鍵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三位觀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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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教授 今天真是見識神醫的風彩 我們真是大開眼界 真是 好 招牌動作 多謝陳主任 教針之恩 教針 現在我們來重溫一下 陳教授教給大家的內容 頸椎病根據不同的徵狀 可以分為神經頸形 頸動脈形 膠感形 積水形 和混合形五種 對於頸形頸椎病的治療 主要是通過神庭 和中柱兩個月位進行治療 同時日常生活中 可以通過配備五指傘 對頸部進行熱敷 亦可以在空間時做頸部操 好,歡迎各位繼續收看 由陳理濟書根健腰院 獨家冠名播出的 令南大醫管節目 我們現在收到很多網友的提問 看看他們有甚麼問題 好,這個是廣東中山的 平時頸椎痛就很痛苦了 已經可以吃止痛藥嗎 頸椎痛吃止痛藥,好嗎 其實我不主張一痛馬上吃止痛藥 因為首先你要明確診斷 例如先排除有沒有外傷 如果排除了之外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個勞損 慢性勞損 因為工作、長期服案 這些姿勢不正引起的 例如頸肌勞損 還有一些氣質性的病變 例如照X肝、核磁共振 這些相應的影像學的支持 看看有沒有椎間盤突出 頸椎退行性病 這些相關的骨關節病變 排除了之後 我們再治療也不遲 對症、落藥 對,不要幫自己亂治 沒錯… 好,第二個問題 我的頸椎生了骨齒 是否要做手術呢 廣東是生美的 生美的朋友 其實很多人都有 骨齒推行性變 如果沒有嚴重症狀 是不需要做手術的 一般來說 通過常規的物理治療 熱膚或者按摩的手法 都能得到有效的分解 因為這是人的治癌 衰老的過程 生老病死 就像一個機器 到一定年齡 肯定就會有些生瘦 有些另部件的問題 這個生骨齒是很常見的 不需要太緊張 沒有必要手術 如果剛才我提到的 脊水型的頸椎病 椎間盤的突出 壓迫到硬膜囊 或者是椎管手合窄 那就要手術治療了 是的 對於這種病骨齒 我們這個非針法有無得意 如果沒有涉及到 椎間盤的嚴重手壓 脊水型的一些手壓症狀 或者椎管合窄 針的效果是不錯的 所以還是建議這位網友 快點來找陳教授 是的 不過不用怕了 不要太慌張了 好 下一條 接著這個 灑尾的 毛毛雨 我現在就是剛剛診斷為頸椎病 是不是以後要癱瘓 陳醫生 救救我 救我 你的頸椎病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最嚴重的那種婚姻 如果是屬於脊水型的頸椎病 首先要手術治療 因為如果它如果脊水持續的手壓 它會缺氧 甚至變性壞死 就會產生一些相應的定位症狀 譬如癱瘓或大小便的失禁 這樣就不好了 要看看屬於哪種婚姻 如果是神經根形的 或者是追動蜜形等等 這些就不用太擔心 其實詳細情況 始終都是要找陳主任分清楚 再跟你治 現在真的這樣很難定性 很難定性 很難定性 對 很難定性 好 普宁這位朋友 他是做設計的 有時候抬頭頸部會很像 是不是得到頸椎病 一般來說 如果在活動轉頸時 出現一些關節的響聲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有些小關節的錯位 很多時候轉頸的動作 會發出一些聲音 如果需要一些腹位的手法 或者一些物理的治療 最好在專科醫生的指導下 會安全一點 千萬不要自己去鎖頸 或者容易引你錯位 是呀 007習慣用這種手法殺人 你不要用 看來他也學過中醫 對 今天真是很感謝程鑑壽 上來幫我們普及了這麼多的知識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食得有科 小李館長 一直以來很感謝你在節目裡 對我的關照 是 小弟無以為報 不斷算數是嗎 不…送件禮物給你 是嗎 不用客氣了,富貴 不斷以微信發過紅包就行了 付錢 我們的要求很低 我和你是說心不說獎金的嘛 那你想 這是給你微信的錢 還要值錢 是嗎 難道是包包… 包衣白餅 我早以為你在下 酒杯就是酒的玫瑰 小莉姐,請小楠 光花 是 下次你不用來了 小莉 其實你不用生氣 富貴其實很關心你的 為甚麼 玫瑰花 乾的玫瑰花雖然沒有鮮花靚 但它很健康 對身體很有益 看不出你心思這麼厲害 真的慘了你 其實古人比較尊重於天人合一 這個養生的原則 我們知道春天它是屬木 其應在東方 主色是屬於綠色 是入乾的 中醫認為乾是開橋於木 春天的養生原則就是要養乾 這個乾就是中醫裡面 乾心皮肺腎的乾 這個乾跟我們西醫 現代所說的乾是不一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為甚麼推薦玫瑰花茶 玫瑰花是性溫、美甘、美苦 它能夠入乾皮兩經 有疏乾離氣、健脾、活血通經的作用 同時女士喝玫瑰花還可以去斑美容 非常之有健康 原來這樣 富貴 原來你平時的眼睛都不知道在哪裡 你送玫瑰花給我 只是說我長班而已 沒有 其實除了治療你的關 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治療 是嗎 不過說實話 陳教授 玫瑰花藍士合不合用 藍士其實一樣都可以 其實在很多植物的蛋白裡面 譬如說有蜂黃漿、大豆 含有癡性激素之外 花茶、玫瑰花、茉莉花這一類 是不含有癡性激素的 藍士都可以用的 尤其現在都市生活壓力這麼大 很多藍士都有點壓抑 有些焦慮 有些比較我們常見的乾硬症 很多時候通過玫瑰花茶 都可以養乾、疏乾、利氣 有非常好的有益健康作用 陳主任 你也說了我們生活壓力大 和經常工作 其實我們好事在食療方面 任何來講煲、煮等等 有甚麼簡單易用的方法 既可以養生 又可以簡單快捷去做的 我推薦大家煮粥,好嗎 因為香港人比較喜歡吃粥 對… 粥的名字叫玫瑰花錦米粥 玫瑰花粥 好… 讓我們先煮一些 介紹食材 我們首先看到玫瑰花錦米粥 肯定要有米 有米 錦米 這個米跟平常的米有甚麼不同 有一點不同 原來這個是錦米 對,這個是錦米 是,第二個就是玫瑰花 玫瑰花是野生的玫瑰花更加好 可以看到的粥比較小 而且果實比較飽滿 這個就是質量比較好 還有我們要配甚麼呢 配杞子 杞子 菊花 菊花 這兩樣東西 等等 由杞子菊花 會不會和玫瑰花衝出 會… 尤其是陰虛火王的人群 我們注意如果用得多 他們會用上火 菊花裡面也有兩種 我們看到這個是胎菊 胎菊 這個是韓菊 有甚麼不同 對,胎菊和紅菊是不一樣 我們看到胎菊就是含包袋火 它會凹凹 是 這個韓菊就是一朵花已經開了 已經開了 胎菊的效果會更好 也是 如果剛才說到陰虛火容易上火的人 如果喝玫瑰花的話 或者加杞子容易上火 我們可以建議用野菊 野菊 野菊花 它有清易解讀的作用 就不會容易上火 繼續下來我們看到有紅棗 紅棗 可以用大棗 藍棗也可以 一定要剝核 要剝核 因為核容易上火 煮粥的時候一定要把核拿出來 我們看到還有黑芝麻 黑芝麻 黑芝麻非常好 有養精、補腎、烏發的作用 我們看到這裡還有一個茉莉花 茉莉花 有玫瑰花和茉莉花可以交替用 茉莉花有芳香解鬱的作用 很多時候如果春天 有些人喜歡喝綠茶 因為名前的綠茶 在春天喝得最好 茉莉花 茉莉花 但很多胃寒的人不能喝綠茶 我們可以用茉莉花來代替 這時候煮玫瑉花 茉莉花主要的食材是玫瑰 玫瑰粒 然後就杞子 我們先放米 這兩個花是否二選一 二選一可以了 用哪個好 我比較推薦用苔菊 苔菊 好 然後這三樣 我們先放米 然後先放米 先洗米 洗完米之後 我們就把米放在煲 然後最好把杞子、苔菊和苔菊花 先用水洗一洗 然後再拿它來煲水 煲水用水來煲米 最好 煲煮的最好 是這樣的 不是說全都放在一起煲 先把杞子和苔菊花 取出醬汁加在米裡一起煲 好 現在我們先熬醬汁 這些用量就有沒有… 割取十克可以了 割取十克 十克大概是… 這些花全部都可以放在一起 先煲水 先用一個器皿裝著它 一定要把紅棗的核拿出來 拿出來 不然它會用上火 好 先煲水 十克是否差不多一堆 現在有些芝麻粉賣 可以打粉 用芝麻粉也可以 好, 現在我們就把水 把這三樣放進去 一層水 一般是煲十分鐘 十分鐘 到十五分鐘左右 水量大概多少 差不多 一般來說, 你看家裡幾個人吃粥 然後那個量來加水 加水 那我們加進去 加水 這麼多水魚 豈不是吃軟飯了 真是變了 煲粥了 我們現在是… 先煲多水 然後再加水來熬粥 把杞子和菊花、菊花、菊花的渣 先撈起來 有些人比較喜歡吃杞子 那些菊子就不用撈起來 是 因為喝湯或吃粥的時候 你就不要咬到玫瑰花 就咬到菊花 對, 沒錯 好, 我們先用慢火 先撕慢火 水滾之後就調慢火 慢火 是 好, 我們等一等就會煎 這個時候我們準備食材 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紅棗 還有, 黑芝麻、洗米就可以了 是 好, 其實你說得對的 其實說 我們喝完這個玫瑰花 下次又可以喝這個交替 這個是一個保健茶飲的廚房 可以交替 龍某… 也可以把兩個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是嗎 好, 這次我們先用玫瑰 好 好 富貴, 煮完了這個水 這個就淚渣了 接著我們要用這些湯來煮粥 煮粥 米的含量 我們要看家裡有多少人 兩個人吃的粥還是四個人吃的 這就是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一個爸爸帶著兩個女兒 一粒米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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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乾淨的米就放 一個爸爸 然後放芝麻 黑芝麻 芝麻就帶含量 一般是十克 十克 十克 黑芝麻 還有紅棗 烏發 保乾淨淨 紅棗一起放芝麻 一粒米狗 一粒米狗 然後把我們熬了 熬好的玫瑰花 很久 煮粥水量沒有 稀稀稀稀稀沒問題 要根據米糧的調水 不然粥太稀就不行 稀稀就不行 不然有人會這樣 我吃慣軟飯的 稀稀稀 你不是長期吃的 如果是胃寒的人 還可以加幾片生薑 生薑 如果濕起重 可以加一些陳皮 可以加陳皮 這個粥更香 陳皮會濕 然後煮粥地煮 調好 調好煮粥的時間 就用煮粥 按住 用紋服 它是自己設定的 是 是一個模式的 好 坐椅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1 2 3 好香的玫瑰味 快點 先做美容 對…試試 因為我比較稀 我喜歡比較稀的粥 所以… 你撈了米湯 讓我們吃飯 也有… 因為奇華再汁 好了… 色澤很漂亮 試試 陳教授 我想問一下 這款湯 如果我喜歡甜的口感 可不可以放一些… 可以放些冰糖 冰糖 冰糖 煮好之後再調 我是第一次吃這個粥 它的玫瑰香味 還有菊花的金味 是 最主要… 紅棗的甜味 沒錯, 加了紅棗的甜味 所以口感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如果養生的人 是很適合的 你試試… 姐姐 你不吃你的口水嗎 馬上回顧一下 今期吃得友方 陳修華教授繩的貼士 先開始, 春天是養肝的季節 玫瑰花有梳干里氣 健脾活血的功效 非常適合這個季節食用 玫瑰花男女適宜 女士喝了可以去班美容 男士喝了可以緩解壓抑和焦慮 梳干里氣 除了用來沖茶 玫瑰花還可以用來煮粥 陳教授這次推介的 玫瑰花耿米粥 做法非常簡單 拿乾玫瑰花包、蔡菊 九幾各十克 洗乾淨之後 放在水中煮10至15分鐘 蟑螂、汁水流下來煮粥 之後將一殼梗米、十克芝麻 和三顆去核的紅棗 放入這些煮好的汁水中 煮成粥就可以了 好了, 今期吃得友方 就到這裡了 我們有更精彩的節目等你 請下集見 老年癡癌是繼心臟病、癌症、中風之後 導致老年人殘疾和死亡的第四大病因 到底為何它會有這麼高的致殘致死率 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表現 其實是老年癡癌的早期徵狀 來領南大醫館 帶你結備老年癡癌 休息宗 create 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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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